其實在全世界的菜系 我剛才所說的 食物和音樂是很近似的 你問我 怎樣為之好的食物 譬如你說最重要是材料 材料固然是一個 譬如你找一塊牛扒 很漂亮的牛扒 中西餐都是 你會找很漂亮的牛扒 其實在全世界 有很多的菜 最歸根結底 到底你的廚藝 你落的思想 理念 去做這個數量的時候 你是否可以想完之後 跟著可以做這個數量 是完美的 差不多幾次 我叫Mango Mango 真超烈 我工作在中國廚房 多於46年 我的名字是Michael White 我叫Mango 我叫Mango Mango 我叫Mango Mango 我叫Mango Tong Mango Mango 我们开始吃了一样的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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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 它是一样的一样的鲜 然后我开始吃了一样的鲜 它是一样的鲜,但一样的鲜 一样的鲜,鲜,鲜,鲜 它是一样的一样的味道 它是一样的鲜 和鲜 at the same time 我们的设计是一样的 一样的鲜,一样的鲜 一样的鲜,一样的鲜 它是一样的鲜,鲜,鲜,鲜 鲜,鲜,鲜,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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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鲜,鲜 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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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 鲜,鲜,鲜 但是当你去做一个菜的时候 你去想一下 怎样可以在一个西餐厨房做一个中国的菜 我觉得今次来到美国纽约做这个菜 其实食物好像阴鲜 你根本上就是 全世界很多人都是 除了肉类之外 是比较喜欢吃海鲜 但是海鲜之中 我感觉到 不论中国人也好 外国人也好 它是 大部分人都不喜欢去餐厅吃蟹的 是吧? 因为蟹又有磕 很麻烦 有时候捉损牙肉 弄成舌头 那我们就会 既然那么多人喜欢吃海鲜 但是我为何不是选择蟹呢? 因为吃的时候很麻烦 我觉得那个时候 Мы将这种虾ам鯉 成功的厨师是要不停尝试 不停用你的理念去做那件事 有时就很坚持执着 但是厨艺就是最重要的